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哭了 人造酒屋 你回来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来 怎么了 我去见了一个认识许景阳的人 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 那不是挺好的吗 干嘛哭啊 没想到我找了这么多年的人 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不在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 别哭了 所以是范晓晓窃取了许晶阳的灯塔系统核心代码 然后自己悄悄地做研究吗 对 白先生说 诺亚方舟虽然只是一台游戏舱 但它的系统设置 跟硬件技术 和灯塔系统器未相似 唯一的区别在于 诺亚方舟没有提及记忆干预 那就很奇怪 范晓晓是怎么知道 许晶阳正在做这一项研究的 而且像卢教授这样的人 都未必能清楚 许晶阳前脚拒绝了范晓晓 后脚就出了事 真的死无对证 她用许晶阳的心血作恶 她没有解决一个世代 你想要说 如果还要去解决人 是不是 我们要去解决人 你别让他车 我们要去解决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蒋博业在那里 有话说就去 省得你放不下的 好